大家好,近期的时间比较紧张,很久没有给大家讲课了 最近我发了一些各种石头的冲法,与它的勾法 那么有很多朋友提问,这个勾它又是怎么勾的 冲又是怎么冲,这个磨又是怎么用,这个笔又是怎么用 我们先从勾开始来给大家讲 那么勾它有笔法、磨法、组织规律 今天我们先从它的笔法开始讲起 那么讲到勾法,我们都知道,中国话是以书入画 什么是书,这个勾线它就跟我们写书法一样 它是有提案动挫,有转折,有变化的 常见的有楷书勾法 有以利书入笔的,有以转书入笔,也有以草书入笔 那么这个呢,就是以凯书入笔 我们再来看,以利书入笔的 这种勾法就不同了 当然呢,还有一转书入笔 勾得很圆 还有以草书入笔 那么这种草书入笔呢 就有很明显的笔墨变化 由正转册 那么这些的笔墨变化呢 比较少了 常见的楷书勾法呢 用来画很坚硬的石头 比如说代表作泛宽的西山行旅图 它就是这样用笔 我再勾一次大家看 勾得很坚硬 那么这种转书用笔呢 我们常见的有的皮麻葱 很圆重 这种草书用笔呢 皮麻葱它是这样画 它就追求变化 以利书入笔 这种就婉转 灵活 多变 以上呢 就是几种不同的用笔方法 改天我们再来讲 组织规律 以及它的用笔方法 谢谢大家